2023年2月25日ONE 格斗业期中 原本与量级排名第四的前冠军亚洲旋风软马丁 Martin Nguyen将对战 榜单排名第五的俄罗斯眼镜蛇 沙米尔比加萨诺夫 沙米尔·盖森奥 就当大家都在期待这场打击系高手 与衰柔系强者间的对抗之时 加萨诺夫却在赛前出现了健康问题 他被诊断患有葡萄球军感染 无奈退出比赛 然马丁的对手更换为拥有不败战绩的 吉尔吉斯斯坦猛将拉扎布 比萨伊杜拉耶夫 Razab Shadulov 加萨诺夫在社交媒体宣布了退赛的消息 并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因为健康原因 我不得不退出这场比赛 因为我感染了葡萄球军引起的接病 那些更 我亲近的人都知道我当时的状态 也知道我是多么在乎这场比赛 但上天另有计划 无论对手是谁 然马丁都不会改变对胜利的渴望 在最近四场比赛中 然马丁输掉了其中的三场 然马丁接连被丹勒 Fanla和金才雄 Kim J-Wong KO 两连败之后 然马丁调整了自己的状态 三回合TKO 吉利尔比哥洛贝特 Kirio Graubats重回胜者行列 但在去年10月1格斗1-2中 然马丁又被伊利亚比弗雷曼诺夫 Elya Freymanov 犀利的袭击和重拳重创 第一回合惨遭TKO 排名也下滑了道级别第四 然马丁不会被失败击溃 他准备变得更强 期待能重新回到巅峰 我体验了失败 像男人一样接受失败 这就是学习的美妙之处 可以让我变得更强 不断弥补自己的弱点 然马丁如果再输 很可能会掉出前无榜单 这将让他的夺冠梦想遥不可及 然马丁再也输不起了 22岁的沙伊杜拉耶夫 是一位技法全面的综合格斗高手 拥有完美的不败战绩 八胜零负 终结率100% 一半的胜利是通过KO 另一半是通过降服 能在圆蒙首秀中 就对战前轻量级和羽量级世界冠军 也能看出赛士组 对沙伊杜拉耶夫实力的认可 年轻的沙伊杜拉耶夫 希望能在国际赛场上一名惊人 杀入羽量级前无榜单 为自己打出远大前程 在更换对手之后 阮马丁过去针对眼镜蛇的 备战与战术都需要调整 阮马丁不会低估这位新秀 因为他上一场失败 就是输给了首秀元龙的弗雷曼诺夫